1982年9月22日 萨切尔夫人抵达中国 9月24日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与萨切尔夫人开始举行会谈 然而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的这场会谈 比预定的一个半小时还多出了50分钟 会谈结束以后 走出会场的萨切尔夫人脸色凝重 下台阶的时候忽然一脚踩空 跪倒在地上 原本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 可是香港和英国的媒体 却都报道了这一细节 萨切尔夫人自己也在事后 接受采访时说 看来强硬的萨切尔夫人 这一回真的是遇上对手 我跟她说的 主权问题 是不能够谈判的 是说中国呀 1997年收回的问题 不能谈判 无关用什么方式 我说要不排除 这个时候发生意外的事件 香港发生动漫 意外我们根本谈不动 中国将考虑 接受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听到这话 铁娘子愣住 显然 她听懂了这句话的 深刻的含义